因為我不管幹嘛 你們都會把他名字放在那邊 那也不是我下的標題 也不是我要上熱搜 我的前任 大家知道就是他長得很好看 是他的心很好 所以我希望我以後遇到也是一個心好的 但不一定說一定要長那樣子 我覺得對評最重要 高以翔生前女友正式出道 面相被酸四年不仁樂 霸氣煩擊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 我就是在幫自己找方向 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我也沒有要蹭任何人 我只有珍惜 高以翔生前女友Bella如今推出新專輯 以歌手身份正式出道 但這四年卻屢屢受到網路霸凌 讓你最走心的影響 我覺得其實每一句都還蠻傷人的 因為有很多行為吧 因為可能有些是 什麼把我披在一些奇怪的照片上 然後畫黃網 對我都已經發律師聲明這件事情了 從這種東西到我本人 比如說我 圈補太高 所以我是不好的面相 所以我害了誰誰誰 就是什麼都可以講 我在這邊 我在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內心是美航的 那你要怎麼講我改變不了你們 那些網友們要說的話 都夠了這麼多年了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在Bella23歲的時候 男友高以湘縱然促世 無非對她是相當大的打擊 被問到已經準備好下一段戀情了嗎 我現在是單身 我就先focus在我自己 把自己滋養好了 我覺得適合我的好的人我自己出現 自己是型號還是同樣的類型 不會 不會耶 我不是一個有類型的人 我喜歡善良的人 對 所以 剛好我很幸運 我的前任 大家知道 就是她長得很好看 是她的心很好 所以我希望我以後遇到 也是一個心好的 但不一定說 一定要長那樣子 我覺得對評最重要 這對我來說就是珍惜跟美好 所以我不想要大家去扭曲很多東西 說 因為我做了什麼 是不是因為想要怎麼樣 It's not like that 我因為時間也很忙 然後 沒有太多太多的聯絡 所以 但我對他們永遠都是在我心中 因為 It's his parents 菲拉新歌MV搶先曝光 在水中曼妙妞動 展現好身材 我覺得衣服的情景蠻大酷 對 是正常發揮 還是這是有挑戰的 我內心的想法 我沒有覺得我在挑戰 我覺得我很欣賞 這兩個設計師 我是以一個藝術方式去欣賞它 我沒有覺得說 是要特意挑戰 大尺度 或是不是 因為這對我來說 就是女性身體曲線的美跟藝術 我想要展現女性魅力 女性能量這件事情 沒有條件子 我沒有看到 也不知道 美跟藝術 給我